Hello 你好嗎 我是阿貝 今天我們同大家一起走的山就是黃樓山 還有水牛山 上次走旅途山的終點 和今天走黃樓山的起點都是一樣的 這裡就是黃麗桃花市總站 剛剛我們就是在沙田火車站乘83K過來 住西九龍的朋友也可以選擇乘86號巴士 大家認住巴士站旁邊這一條樓梯 我們就是在這裡出發 走完樓梯一上來就會看到路牌寫著去黃牛山的方向 所以我們是走左邊 一直走大約五分鐘就會到達花心坑村 這個時候我們就轉右沿馬路繼續走 沿途都見到很多指示 怕死你不知道去黃牛山走右邊 好 繼續直走就會見到這個指示牌 非常清晰的指示 我們現在就要上去 現在的時間是12點3 我們走吧 很快就有第一個分析口 是左轉上山 之後我們需要通過漫長的梯級 而究竟我為什麼可以一口氣走完整段樓梯 不休息這麼鬼景 相信就是全球一樣 叫做很想拍好這條片的意志力了 哈哈 過了石牙背的指示牌之後 我們現在的路就變得原始了 不再是一開始的石屎樓梯路了 但也很累 看到一開始原路都有遮蔭位 而我只可以告訴你 要好好珍惜前段這段路 好可憐 由地圖牌位置走了大約30分鐘 就會見到這個很容易錯過的分岔位 因為這裡的指示是非常不明顯 所以一路走最好就偶爾拿地圖出來看看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左邊的路就可以直上黃牛山 右邊的路就要繞過去石牙背 然後才過去黃牛山 我今天會選一條快點的路線直上 所以就是走左邊 超大級的樓梯 加油 加油 嘿嘿 不是經常行山的人士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這條路雖然不算非常困難 但原路一直都很斜很斜地攀升 但半小時都是沒有平路的 所以一累就記得要休息 喝水啊 慢慢來 量力而為 覺得很辛苦的時間 只要看一看後面的景色 就會覺得很值得 走了一大半就會見到一個大山頭 山頭顏色很有層次 有很多紅色黃色的葉 我覺得都幾有日本的感覺 在這個位置大家會看到一個大石頭 好消息 它是一個很棒的休息位 無窮無盡的石級 加上我們無數的休息 由分岔位上到這個大石的位置 我們已經用了一小時 好累啊 認真 這條上斜路上山路真的很辛苦 完全是源源不絕的石級 沒有平路給你休息 你只可以在梯級那邊停休息 好累啊 不過正所謂辛苦過後有美景 上到來就什麼都忘記了 在這裡可以俯瞰沙田市一帶的景色 可惜今天的天氣很多煙霞 能見到不高 否則遠至針山、大霧山都可以清晰見到 不過現在都清晰地見到馬安山 還有上次走過的女婆山 現在是時候補充能量 坐在一塊大石上面開餐 吃完東西休息完 現在充滿能量 繼續出發 Go!Go!Go! 應該很快就會到開陽的地方 最辛苦的路 我們已經過去了 我深信 由大石位置走多兩三分鐘 就來到這個開陽位了 好感動 終於看到這個黃牛山頂了 但現在我們不是首先去山頂位置 我們要先去山頂位置 旁邊的黃牛石城 還有一段路的 加油 走到這個位置會有一個分岔位 那這一邊呢 就是如果我們在分岔路一開始 向右手邊走的話 就會在這裡上來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走 現在這段路比剛才的梯級路舒服很多 起碼平坦很多 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人都叫我走 我今天在分岔路口 左手邊這條 無盡梯級的路 但到現場 其實很多人都錯過了那個位置 直接走 右手邊那條路 其實那條路 是不是很遠一點呢 雖然久一點 我也不知道 大家告訴我 現在我們要開始 很留心右手邊的位置 因為即將會有一條小徑 通往黃牛石城 石天窗的位置 是不是這裡 這條路 地圖就是說這條路轉進去 但其實我也有點confused 因為這裡完全沒有 撕打任何指示 而且我又不知道 怎樣告訴大家 是這條路 然後我終於都細心發現了 原來是有指示的 在哪裡呢 就是這塊石頭那裡 寫著去天窗石 所以就對了 走這邊這條路 拍著這個石頭 拍著這個石頭 走進去就會見到絲帶的指示 記得向下 不要向上走 是會有一點難走的 但只要穿了行山鞋 慢慢走 小心一點就絕對沒問題 就是那條路了 很開心啊 沒什麼人啊 我們現在就下去了 下去那條路也有點危險 要小心 那裡有條繩子附著的 看到你了 石天窗 趁這一刻沒什麼人 就等我快點下去先 很隆盡啊 可以了 上網見很多照片都可以明空腳的 但是我腳很短 做不做到呢 可以了 好害怕啊 我腳不夠長啊 救命 試試幫我捕捉過一秒 K先生 阿貝 是不是 我聽你的聲音 哈哈 因為我帶著這個 看完才會用 看出去呢 就是這樣的 對啦 其實不是很害怕的 好耶 拍完照才開始多人 我來的這一天是平日 而我知道呢 如果星期六日公眾假期來的話 有可能需要排隊半小時以上 才拍到照啊 非常之誇張 石天窗影院上呢 就沿路回來 一開始的這個 分岔口 我們真的要上山頂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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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在那塊大石那裡 下面也有一條路呢 可以下到石天窗的 但是那條路呢 就 有點 更艱辛過剛才那條 但是那裡 就可以多看一些旗石 那顆大石呢 就好像叫做狗祭石 就是這一條路 到了 看到標高處了 黃樓山位於新界沙田區東部 高604米 屬於香港比較高的山峰 除了可以俯瞰沙田一帶的景色 另一面呢 還可以飽覽白沙灣 以及西貢的開陽景觀 而黃樓山和水牛山呢 是相連 就在那裡的 我們一會兒就會走過去水牛山 那現在做什麼好 嗯 當然是飛上天啦 你在哪裡 我一定要找到 在那裡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就走过水牛山了 我们终于来到水牛山了 刚才由黄牛山用了15分钟时间 刀部 不算很难 虽然看起来很远 但15分钟就到了 水牛山的高度是606米 比起黄牛山是高2米 但在水牛山顶 是不会看到任何标高柱 可惜可惜 每年11月至12月期间 黄牛山和水牛山的山坡上都会铺满芒草 是近年的上芒热点之一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铺满芒草的画面 真是多么梦幻 现在我们就走过这堆突出的石头位置 那里可以更接近西贡的方向 航拍和影相都一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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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片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